最快下陷了 面板边下陷 拿出平时的吃饭工具 林依杰真的好心疼 因为这个损伤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立刻修复 这边有一直裂 继续裂下去 光是修个小提琴的上面板 就得花个八万块 其实他之前就是靠这一招 走红表演圈 边下腰边拉小提琴 还是边跳舞 通通南部倒塌 但在五月份跑活动时 却因为现场民众太热情 也太多了 结果一个步骤 推挤时 小提琴摔坏了 不仅活动无法接之外 他的爸爸更在今年一月份 在工地不小心发生意外 之后又被热水器砸到头 光是手术就开了两次 没想到依旧失败 现在还得再更换人工头盖骨 药费零零总总 就已经花超过两百万 只有剩五%的存活率 我是拼命 我自己吃素 然后想办法去跑庙 一直跑 好不容易捡回他一命 因为之前积蓄 全都用在爸爸的医药费上 但除了爸爸要照顾之外 自己还有房屋的租金 生活费 所得税 积蓄用钱拉 几乎快走投无路 曾被誉为台湾版陈美的李依杰 16岁就开始出道表演赚钱养家 好不容易靠着特殊拉琴技巧 闯出名号 没想到现在却是蜡烛两头烧 而他只希望爸爸第三次手术能够成功 让他可以安心努力地接活动 扛起所有夹技 东森新闻与子谣刘盈盈在台北报道